做吃的一定要累 一定不能偷懶 我們的肉 我們沒有說 隔天打拋起來 冰起來 這樣肉完全會不好吃 我們的蘿蔔糕 加了粉衣 加蔥 吃起來就是 比較有香味 地瓜也是我們都現消的 在關的時候 當然是 都離開我們的 沒有人去會客 都是媽媽來看的 不管在宜蘭 不管在彰化二年 到一段時間的時候 被朋友出賣 看媽媽這麼做 你會想說 回來幫媽媽 媽媽想說 看盒子撿得回來 鄰居也跟我媽媽講 你兒子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走了 他不做了 人家都看摔你的 對 可是我那時候一做 我做到現在15年了 我們就是擔心家庭 然後我們也漂泊到彰化區 舅舅就叫我們回來到桃園 幫他 一開始是餐廳的學徒 到高中畢業了 他換開酒店了 我們都到酒店去幫忙 因為在當經理啊 來人家就會叫你喝兩杯啊 那一開始是拿來是結酒 到時候越來越流行了 就慢慢慢慢慢慢 越噴越多 那時候阿嬤坐前出機 妹妹就睡在攤子下面 紙板鋪著 阿嬤我想睡覺 好進去睡 所以當女兒對她一點 自己有點歸欠她 我自己都去做幾個遊戲 我媽媽啊 我姐姐她們要去看 我就是說 我姐姐 那又不是光臨 那又不是光臨 不是有這麼好看啊 我剛好就兩點就要出去 兩點 兩點 看就像我一個人 你當然是 人家都知道我的個性 都不敢問了 說 阿你怎麼會這樣換 阿你從來不會去問 阿你有去看他們家嗎 我寫信的不要說 不用來看人 可是當然是 我也偶爾空回去 跟我會客 第一就空吧 去跟我會一下會客 幾次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世間真的就是媽媽 才會這樣子 未來一直在復仇 一個媽媽在一起 做媽媽的副手 才知道 一個媽媽在這邊做很辛苦 跟媽媽以前 從一天的營業兒 一千五年 可是慢慢來慢慢來 到處去 不管去 紅甲夜市阿 四營夜市阿 去別家比較大間的 去看人家為什麼那麼好 生意為什麼那麼好 那我們的味道 我們就開始慢慢去轉變 過了差不多三四年 媽媽媽 就給我花 你有做了哪些調整 LED燈的攪拌 比如說買拖油機 我媽就說 這台多少 一萬七 蛤 一萬七就罵了 那萬七甜不辣的金幾分 以前我們用很傳統的攪拌 每一家都是這樣子 那我裝了那個攪拌 當時呢 花了十幾萬 媽媽要去 他那時候想要買車 你是支持的嗎 我是跟他讀啦 他說我們買 可以 可以讓我們大家出去 怎麼可以去保護 他說我的大姐 他跟著肩膀太久 他要擲這麼大 風擲緊 我已經喔 到這裡 我自己擲一擲 如果擲不到 我就放棄了 現在我做的我很坦蕩啊 很多朋友都跟他講 你獲得一件 就不是好玩什麼啦 那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跟紀念都不一樣 現在我們老人家就要 蓋著時代走啦 紅啊 綁啊 綁 讓我們多少錢做 現在這樣一家團圓 我就很滿足了